Hey yo, it's me, Josie in the house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印证自己所知道的这些神奇的事情 但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啦 只要愿意 只要每一个人愿意 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都是可以进入到前世回溯的这个场景当中 就是只要我们有想要获取的内容 不管这个内容是什么 只要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们坐下来尽心 从这个物质世界 用我们的专注力连接到 另外一个现实世界的时间震动当中 我们都是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的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然后有时候啊 会是我们在某个时间点 遇到人 遇到事 在旅行的时候 看到的某个场景 我们也都会觉得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其实那种感觉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专注力 把我们带到了前世回溯的事件当下 然后当我们的专注力回来的时候 在当下我们会觉得说 啊好像我很熟悉这种感觉 其实那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体验 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前世回溯这件事的可能性 而是说它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在全世回溯过程中 我自己也有看到自己的一些片段 我会知道我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线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都不是重要的 不是说你看到你自己是一个大人物 你看到你自己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重要的 而是说在这个时间铺陈当中 我们的体验 在这个体验当中 我们是不是又获得新的心得 它对我们今天当下 现在的现实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对前世回溯 对于我来说 是只有当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对我们的人生比较有觉知 站在一个高处 就像站在一个山顶上 我们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前世回溯就有点像 我们以前走过的路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那个灯会照得远一点 照得远一点 照得远一点 然后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的这个灵魂铺陈是怎么样铺陈 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路 它是对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生活的意义 而不是说我们站在这里 然后我们回去说 我当时在干嘛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你当时是谁 是男的 是女的 是小孩子 是老人 是好人 是坏人 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 所以说我们从个人进化的角度 去看前世回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培养我们自己的观察力 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 来看待当时的事情 用一种清醒的眼光 去看待这些事情 是否这些事情 我们曾经的经历 影响了我们此时此刻的今天 我觉得这个才是前世回溯 对我们的意义啦 因为我最近也在做前世回溯 所以有一点心得 有一点心得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的直播就在这里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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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